由淡水区体育会幼儿委员会所主办 加上救国团以及市议员蔡景贤的协助 这场活动是来了超过25位的小朋友参加 议员就表示希望让孩子在暑假有最健康的户外活动 今天上午在淡水登公国小 一群小朋友带着大包小包准备要来好好体验大自然 由淡水区体育会幼儿委员会主办 加上救国团以及市议员蔡景贤的协助 这场活动来了超过25位的小朋友参加 议员表示希望让孩子在暑假有最健康的户外活动 远离山西产品才能够开心学习 带一些小孩子给他们休息的时间出来 办这个活动自然生态到各地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 给那个小朋友到底吃的米是从哪一种吃稻子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 带他们出去看看什么菜 还有外面有什么虫 一些生态 今天夏令营来办这个活动 对小朋友吸收他们的智慧 吸收他们来去外面 也夹大车给他们骑 端定他们的身体 市议员蔡景贤表示 今年特别协助办了这一次的活动 为活动增加不少资源 而另外这场夏令营其实已经办了八年的时间 体育会幼儿委员会表示 为了要让国小孩子在暑假不要一直沉迷 山西产品手机等等 特别在今明两天用两天一夜的活动 带他们到海边任序生态 还要到山上的农场体验大自然 2018自然生态体验营 希望我们淡水体育会 幼儿体育委员会受主办 那我们希望孩子参加这两天的活动 能够远离山西的产品 那我们办理的活动的行程 安排的非常的丰富 在我们第一天我们带海边 带小朋友到巴黎的海边去 明天第二天我们是拉到农场 新不了农场 那希望在山里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鸟类 还有一些昆虫 我们希望让小朋友能够多方便的了解 主办单位表示 这两天一夜 第一天将带着孩子到巴黎挖滋味 看看红树林生态 接着就回登宫国小 由校方大方提供相当好的场地 舒适的睡一晚之后 再到淡水幸福寮农场 认识昆虫等动物 也希望借由两天一夜的丰富行程 让三到六年级的国小学童 可以过一个健康满满的暑假 记者许端一带学采访报道